日前青春爱情喜剧电影 四逼青年之四楼B座在京首映 导演些主演普八甲 朋友田子田等众主创两项 当天田子田一身低胸 露入长裙咽压全场 片中田子田饰演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时常在派对中与朋友好影 出入餐厅可以法文点餐 穿着高贵如公主 且身材傲人吸睛力十足 在四楼B座片中奉献了突破尺度的性感表演 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富家女 怎么说呢 就是很性感啊 就是没有就是白富美嘛 所以就是穿的性感 然后她演的也比较对吧 剧中白富美的田子田 对普八甲发动了主动攻势 带有女追男的架势 女追男差不多吧 对吧 她老约我 片中主动的田子田 还傻了些小聪明 普八甲现场爆料 自己掉进了田子田 设下的爱情圈套里 我生活中其实也喜欢玩哈雷 所以跟导演讲的就是 我手上有一东西 哈雷的一个标志的东西 头巾 绑在这儿 健身的时候 她一看 哎你有玩哈雷吗 其实我是比较害羞的 因为我只是崇拜哈雷 但是我买不起 然后她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下次最后的时候 她会带着另外一个摩托车 然后我们俩 掉外去玩 对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圈套 再说是我们有共同的那种爱好 共同的 就是喜欢的东西 由于当天 主角之一出演装逼青年的傅星伯 因故缺席 也因此遭到其他三位主角的恶搞 庞宇三人当天 将各自印有傻逼 二逼 苦逼的标志 全部全数贴到傅星伯的海报上 借此调侃她 现实中绝对是四逼占满 庞宇就笑称傅星伯粉丝太多 所以常常在出席各自活动时 都遭到疯狂粉丝的冲击 比如说她刚刚没吃饭 然后在车上准备吃点东西的时候 刚刚筷子拿起来 你们粉丝要费吗 包子 你说苦不苦 我连饭都没办法吃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